山西女子遇到土石流来不及逃 腰部以下都陷在厚重气味又臭的烂泥巴里 紧交货报道场先用木棍探路 确定地面没有在下陷的危险 再合力把女子从泥巴中拉出来 因为受困的时间太长 女子已经虚脱根本站不起来 根据山西官方通报 从2号开始多地暴雨下不停 一个礼拜下的雨是过去10月份 一整个月的降雨量 也是在山西男子在屋内 听到旁边的山坡传来巨响 才踏出门想看看发生什么事 大量土石就从山坡上滚下来 五指水泥墙马上被砸破一个大洞 再往笑意方向走 淹水高度最深达到两公尺 因为水还没退 淹死的猪没办法运出去 活着的也救不出来 猪农只能穿着防水衣 泡在水里喂饲料 希望能救几头算几头 这都还算幸运的了 因为根据陆媒报道 有一户养猪人家 女主人和她两个女儿 遇到洪水来不及逃丧命 截止10号统计 山西水泥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 5万5千人被迫撤离家园 TVBS新闻综合报道